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 我是徐俊逸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近郊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 拜登在斐洛里庄园 亲自迎接习近平的车队 两个人握手、寒圈、拍照 之后进入庄园会谈大约四个小时 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 坦诚和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表明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 和最敏感的议题 拜登就重申 无意改变一中政策 习近平又说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光明 拜登形容会谈有重要进展 先由国庭征 在三藩市报道峰会的成果 习近平一行抵达三藩市 南面近郊的斐洛里庄园峰会场地 两人进入会场 轮流开场发言 习近平说双边关系 五十多年来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讯 两国不能不打交道 想改变对方也不实际 冲突对抗的后果 谁都不能承受 重申地球足以容纳中美两国 作为事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的分别 加速远禁 这个大队之下的思想 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我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拜登就说面对面会谈无可替代 重新双方应该负责任感管控竞争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 峰会结束之后 两人共进五宴和散布 便问到觉得会面怎样 拜登树起两只手指公 並親自送習近平離開莊園 拜登之後舉行記者會 形容會談具建設性 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有重要進展 雖然不是所有意見都一致 但對話坦率 彼此會建立更直接的溝通渠道 他又向習近平表達了對中國人權的關注 新華社報導會面成果 習近平說美方的出口管制 投資審查和單邊制裁等 針對中國的舉措 嚴重損害中方正當利益 打壓中國科技 就是壓制中國高質量發展 剝奪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 希望美方嚴肅對待中方關切 除消單邊制裁 報導又說兩人強調要互相尊重 和平共處 保持溝通 防止衝突 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 負責任感管控競爭 並且同意推動各領域對話合作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之間對話 同成立中美禁讀合作工作組 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 恢復兩關高層溝通 中美國防部工作永等 亦同意明年初進一步大幅增加航班 擴大民間交流 共同應對氣候危機等 有線新聞 郭婷貞在美國三番事不斗 習近平表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 最重要和敏感的問題 要求美方具體落實不支持台獨的表態 停止武裝台灣 拜登重申 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拜登就重申 華府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北京的新聞稿說 拜登也重新反對台海任何一方 企圖單方面改變現狀 兩岸的分歧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 並且敦促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 軍事活動要克制 拜登也促請北京尊重台灣明年的大選 有匿名的華府高官就形容 兩個人就台灣問題有實質討論 習近平表明 這是最大和最危險的問題 中方傾向和平統一 說和平固然是好 但是有時候需要尋求更加廣泛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暗示未來幾年 沒有針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 不過有提到可能動武的條件 官方沒有進一步透露 有線新聞李沛珊報道 結束長時間峰會 拜登送習近平離開的時候 兩個人輕鬆交談 習近平和拜登相識超過10年 比梅引述華府官員透露 兩個人在峰會上也有私人互動 拜登和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都在下星期一生日 拜登借機會向習近平轉達祝賀 但據報習近平尷尬回答 說工作太忙忘了太太生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歡迎酒會 陳茂波進入會場 跟東道主美國代表握手 之後坐在南韓總統混石穴旁邊 美國總統拜登致歡迎詞 陳茂波在社交平台說自己受特首委派代為出席 由上載和多國領導人交流的相片 包括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 澳洲總理亞爾班內塞等等 陳茂波同日到訪直谷 同一間由以來港成立研發中心 以及區域總部的生物科技公司交流 他又出席駐三藩市經貿辦舉辦的午餐會 向初創企業以及基金代表介紹香港優勢 本港失業率輕微回升 表現略差過預期 最新失業率是2.9% 比上個月公佈的數字回升0.1% 略高過市場預期的2.8% 失業人數增加1,800人 至11萬5,800人 就業不足率維持在1%不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 外圍環境困難 可能對本港有一些負面影響 但訪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 短期內繼續支持經濟增長 勞工市場未來幾個月應該維持緊絕 警方在上水、元朗、屯門等地區打擊非法電動車 33個人被捕 一連兩日的行動中 多架電動車被構察 包括27部電動單車 5部電動滑板車 以及一部俗稱風火輪的電動單輪車 案發時速大約10至20公里 被捕的26男7女 年齡介乎24至70歲 涉嫌駕駛、未登記車輛 無牌駕駛、無配戴頭盔等等 其中一個 駕駛電動單車的47歲女人 更攜嚴危險駕駛 她自行加裝了一個座位 在司機前面 而這個座位只是用一個索帶 輕輕扣在單車車架上 並不穩固 而當時這47歲的女子 就是車著一位4歲的小朋友 在前面所說的座位上 她在上水區一個欺來若往的行人路上駕駛 當時我們的人員就看到 有不少行人需要避開她的行為 就造成了一些危險 防止虐待兒童會上年度 經熱線接駁1232宗求助或舉報 案年增加8.5% 當中1成5是懷疑虐兒個案 防止虐待兒童會統計上年度接駁的舉報 有187宗懷疑是虐兒個案 涉及222個兒童 最多的是6至8歲兒童 佔大約四分之一 其次是9至11歲 他們遭受的過半是身體虐待 更有近一成屬於性侵 施虐者有近七成是家庭成員 會方希望早日通過 強制舉報若兒條例寵案 並增加兒童住宿照顧名額 最初可能是很輕微的體罰 打手掌仔 很輕微的體罰 但是隨著時間就變本加厲 因為本身是沒有效的 然後就變本加厲 又重手一點 也使兒童學習到 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亦都有很多研究顯示 受過體罰的兒童 他長大後 有他自己的家庭 有他自己的小朋友 他好像影響機一樣 會用上一代對他的管教 又是對他的小朋友施行體罰 回來新聞時間 中美元首會面雖然取得重要進展 但港股上日急升近700點之後 出現煤套 行施一度下跌超過300點 成交翌日保持千億水平 王健鑲報道 港股未能夠承接前一日的聲勢 更加失手了18,000點 港股雖然高開95點 但是已經見了全日的高位 之後調頭向下 最多跌356點 低位見過17,722點 恆指收市部17,832點 跌246點 成交超過1,100億 連續兩天都有千億水平 通常那些18,000點的整數關口 通常一升穿都未必那麼順滩可以站穩 都會有一個後抽去調整 示範這個位的支持 如果你以為這兩天追不到貨的 但是又想買貨的策略我定是 下1萬7,89左右就買 那你跌穿175因為175是支持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現在升穿了變成一個支持位 跌穿175你就指示了 騰訊和京東營利好過預期 齊齊可以逆市做好 京東是表現最好的藍籌 最多升過半成 聯想最多跌近5% 中午出業績之後跌勢存定 收市之後公佈業績的阿里 股價要跌2% 小米新車在公信部目錄延伸 股價破頂之後急回 最多跌超過7%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 其他車股也普遍向下 小鵬上季的虧損擴大 毛利率也差過預期 股價中止三年升回吐接近4% 陽明生物分拆業務反應理想 但是股價最多回吐超過7% 和石藥是跌幅第二和第三大藍籌 其他醫藥股也受壓 压性醫藥已近全日低位收市 有線新聞王健章報導 內地樓價4年跌 按月跌幅擴大至0.3% 期間樓價下跌的城市數目增至56個 黃浩林報導 內地8月底開始推出一系列扶持樓市措施 似乎成效有限 路透根據國統局數據測算 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 年跌4個月按月比較上個月跌0.3% 比起9月擴大0.1% 按年跌幅就維持在0.1% 期內樓價按月上漲的城市有11個 比起9月少4個 樓價下跌有56個多2個 分析預期發展商會繼續移低價 一線城市樓價按月比較 由9月持平轉為下降0.3% 其中北京由升0.4% 轉跌0.4% 廣州跌幅擴大去到0.7% 樓價按年比較 一線城市整體升0.4% 升幅比起9月會落0.3個百分點 其中北京升幅收窄去到2.1% 廣州跌幅擴大去到2.2% 有線新聞黃浩林報導 轉說一下英國新任外相卡梅倫出訪烏克蘭機庫 這個星期剛剛回朝的前首相卡梅倫 獎任外相三天就展開外訪 和古克蘭總統澤連司機迎接 他感謝英國的支持 形容雙方有良好對話 討論了戰場前線武器 加強防空能力 防衛基建等等 卡梅倫就承諾繼續在外交、經濟和軍事上提供支援 前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個妹鄧燕尼 涉嫌妨礙司法公證 押後至下個月7日再訊 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裁判官批准案件押後 給辯方撒取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鄧燕尼繼續以5萬元捕席 期間不得離開香港 須交出旅遊證件 他姐姐、李卓人的太太鄧燕娥 今年3月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鄧燕尼涉嫌在警方搜屋之前 兩度進入單位拿走涉案證物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星期日率領超過30個政治委任官員 到內地研修和考察 13個副局長和19個政治助理 將會到訪北京和南京七日 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課程和考察 這次是今屆特區政府上任後 首次舉行的政治委任官員 國家事務研修班 也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行政長官李家超寄予團員 要把握學習機會 加深認識國家的最新政策和發展 中大醫學院成功研發新技術 利用長度微生物移植配合人工智能 為反覆感染難變疏菌的病人 移植健康的長度細菌 令治愈率大幅提升到九成以上 吳新報道 67歲的周女士 四年前長度感染難變疏菌 反覆使用抗生素治療成功都不理想 一個星期吃完之後 都是一日比日嚴重的 是沒有改善過的 我每天磨十幾次 磨到整肛都是血的 是真的走不到腳遠的 我見教授的時間 教授就說給我聽 解釋我聽是難變疏菌 難變疏菌多數寄生在人的長度 但是上年香港就有超過3600宗個案 嚴重的患者會輻射 大便出血 傳統會用抗生素治療 但是復發率高達三成半 中大醫學院於是利用長度微生物移植 配合人工智能 研發出專利技術MOSAC 移植前先為病人做配對 平時你用最傳統的抗生素治療 如果它著火的時候 你就燒光整個森林 但是當你用傳統的FMT的時候 因為我們根本都不知道FMT裏面 哪些材料是可以導致成功率最高的 所以你就用整件東西扔進去 之後就希望它會成功 我們現在用機械學習 或者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們可以將捐贈者的病人做一個 魔法 不單止根治率大幅提高到九成以上 還截省了醫療成本 醫管局的病床每一天大約是一萬人成本一張床 有研究顯示我們如果用FMT的方法 醫治復發性的藍面塑菌感染病人 可以縮短住院縮短14天 即是說只是住院可以省回14萬 這項技術上個月已經投入服務 暫時只有威爾斯親王醫院提供到 醫管局說現在訓練緊腸衛科醫生做移植 希望未來所有聯網都提供到服務 有線新聞吳俊博道